如果我会接龙你就把任务变成接龙就行了嘛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人 就是开发者对于这个AI会有个期待 我们期待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工具 所以当然它要满足对人有帮助 就像是工具人就要对人有帮助 不然它不配称作工具人 对不对?所以它要对人有帮助啊 它本来对人有帮助呢? 有点像是我给它指令的时候 它要能够听得懂的指令 就是它的回应它会对我们有帮助嘛 第二个H呢叫做 它比较诚实 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 它目前就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希望它不要乱捏造我的资讯 然后顾导使用这里 那第三个H呢是 就是不要有伤害性 那大家有听过机器人的三大定律 第一大定律就是不要伤害人类 所以这就是就是伤害 什么叫做有伤害性? 它不是只是一个聊天的AI吗? 你会对人有伤害吗? 还是有可能哦? 比如说你现在就问他说 我是不是应该卖掉我的身家 直接投到台积电 这时候他的回答就有可能对你有伤害性 所以如果他乱回答就有点危险 所以在某些议题上面 其实是叫 关枪点就不要回答 就是说这个不便多做评论 可能要自己去请教专家 这样子 这三大H是我们期待它具备的 但是Excess 然后也非常简单 只是前面有点高而已 第一步就是 我现在呢要先把原本他做不好的这些例子 就有点像是他做错的题目嘛 他现在的回答 是不是就是会一直照样照去 那我不想他照样照去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要请人去写说 怎样子的回答是你期待的 你觉得好的回答 就有点像是 现在题目他做错了 那怎么办? 他就叫老师跟他讲说 现在正确答案应该是长这样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demo 你要demo给他看说 现在老板这样问你的时候 请这样回答好吗? 是一个SOP 是一个demo 我们就请他 请真人写很多很多 人期待的回答 然后用这些资料 再去调整他的思维 怎么调整呢? 他是不是一个接笼的模型 他的接笼是怎么接的? 把输入放进去 然后他就会接下一个字 所以原本这个输入放进去之后 他会接 Explain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要他接下一个字 要接上喔 所以我就是告诉他说 现在你的资料就是 这个是X 下一笔资料的FS 就要接出上 然后接着这个 接着上以后的X 你要输出people 就一样 就从这个资料里面 再继续训练他 激容这个能力 本来就是某种程度上强迫他 在这些他原本做的不好的情况下 应该要这样做 原本这样子 这个方向不对 把你导正 走到这个方向来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没sense 只是 要收集多少这样的资料可能才行啊 如果只做这件事情 的确可能要收集非常多 而且成本也很高嘛 因为你现在要请这个真人写的是 一整句完整的 人觉得好的回答 这是好像 还蛮浪费 不是浪费啦 还蛮耗费时间跟金钱的 这四个回答 哪一个好不行的 那这样子 你给他钱 不用给他那么多吗? 因为他只需要平分而已 那他可能就会标出 B是我真正最期待的 然后 从C至少他还是有稍微解释 所以C也不错 C第二名 然后A跟B就是 他ok 就是一直照样照句 所以 这是我平出来的分数 那我现在呢 希望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就是 也是一个AI哦 他也是一个GPT哦 他只要看一个输入以及输出 我能够产生跟人给出的分数很接近的 这个老师GPT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要先训练一个老师GPT 这个老师GPT不用写作文 他只需要改作文就好 所以他就看 现在使用者这样说 你这样回答 给你几分 这个分数 期待是可以接近真人的分数 所以老师会给高分的代表说 真人比较喜欢 那这个喜欢是可以非常主观的 他可以是 你觉得他有帮助 你觉得他没有乱脑骨 你觉得他非常弯腔 你觉得很棒 对 会扭曲都可以 他就是一个主观 人觉得很好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今次都会知道 怎么写跟老师 才有一个高分 就跟你聊很像嘛 所以学生就越来越会 写老师给他高分的文章 那老师给他高分的内容 其实就代表着 人比较喜欢的内容嘛 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跟阿发购是一样 其实阿发购他是自己跟自己下棋 然后下棋了之后 两个都越来越强嘛 那现在就是 学生不断的行作文 老师不断改作文 所以学生越来越会写 老师越来越快改 他就这样越来越强 就用这种方式去做学识 所以这就是用 刚刚说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强化式的学心 透过彼此的互动 然后越来越离开 他就是intragy1 从一次的问答 变成是多次的问答 就这样而已 他就是从 已经很会听懂你的instruction 但是他现在只能听懂一轮的嘛 现在我要把这个能力 拓展成多轮 所以才会变成conversation的形式 就是chat的形式 所以你看这个机制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只是我现在要demo给他看的是 一整个conversation 我要告诉他说 根据第一句 你这样回答是好的 但接着如果 使用者接续追问 你就要考虑你之前 他之前问的东西 还有你之前的回答 你要怎么回答他才是好的 所以你给他的其实是 一整个对话 所以每一个他的回答 其实都会被拿进去训练他 去调整他 他会知道 他怎么好好的使用之前 你曾经讲过的这些内容 所以为什么当有讲说 你的这个聊天的视窗中 前面如果有前面的对话 有这些内容的话 他全部会拿进去考虑 因为他本来就是期待说 你后面的追问 你不用把所有的资讯 都重回一次给他听嘛 就有点像是 我前面问你说 蔡依林是谁 然后你突然回答了 然后他可能 我可能训问说 那他得过什么讲 那这个他就是指蔡依林 就不用再完整说 那蔡依林得过什么讲 这样就是很容易 也不太适合大家的 就是使用情境 所以他自然然会知道 这个他就是指蔡依林 所以他就会根据前面的前后文 然后去做比较完整的回答 所以你如果放在整个对话下面 他其实自然会把你前面的拿进去考虑 那如果你希望他不要考虑前面 他重启一个新滑 不要考虑前面这个 对话的很烂的这个内容 或者是完全无关 你就新开一个视窗 那第二步 根据前面这些回复 前面这些对话 现在的回复好不好呢 来去做评分 那第三个一样 就是跟老师练习 越来越好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蛮有趣的 比较 刚刚说到他是从 Instagram G1 这有点不清楚 所以蓝色这边是 Instagram G1的回答 然后继续调整到多轮 虽然这边只有单轮 但他调整之后呢 他发现他的 互动性是变比较好的 他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这个例子就是 使用者问说 哥伦布啊 他在2015年来 美国的时候 会怎样呢 可以告诉我们吗 那你说GPT他回答什么 他就说 哥伦布2015年来 US的时候 他非常excited 然后他很想要去的US 他很好吃啊 然后就开始讲很多 他说 回答已经还不错了 这样子 还蛮通顺的 然后也还蛮合理的 这样 那GPT回答什么 很酷喔 他就回答说 喔这个问题很虚题喔 因为哥伦布 1506年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2015年 是没有办法来US的 那我们假装他来了 好了 然后才开始讲 后面的东西 就是后面的故事 你会不会觉得他比较聪明 好像比较知道 要什么跟你互动 就他好像说 欸这很虚题喔 那我们假装自己的 假设性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 从这个假设性问题出发 然后我们讲这个故事 好像比较有趣 也比较符合 就你会给他感高分啦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的确他做了这一个 微调之后 他的互动性是比较多的 大部分企业的做法 然后有几个可行的方案 首先 虽然他没有Release 所以你可以使用他的方法 现在算是有两种 一个呢就是 他有提供API的服务 那API的话 你可以就是 你的东西就是要送上去 虽然他说 他不会使用的资料 但如果你的资料是非常有 具有个资敏感性的话 当然就是还是不会走这条路 就是他不会使用的资料 但是你要相信他不会使用 然后他也不会把钱赛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他可以帮你做某种程度的 微调在你的资料上面 所以他有提供 刚刚我们说到微调 就是翻译你的API 所以这是一条路 那如果是 资料比较敏感 然后资金比较充足的工资呢 他会选的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就是 直接跟微软 partnership 因为微软他有 比较明确的 就是 就是有规范出来 他会帮你 比如说这间公司 他会带你那间公司 他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云端 不过他等于是这个云端 就是只有你公司的assets 然后你的资料 就只会送在这个 这个 公司的这些 云端的伺服器上面 然后模型也会 在这个云端上面训练 所以其他公司 是不会assets到 你们云端的这些资料 不过还是放在 微软提供的云端上面 然后这里就 就是需要跟微软 partnership 然后你可以 所以好处就是 这两个好处就是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使用到 他们现在 等于是 已经有那么多人的 nalut 之后的 最好的 这个模型 然后这两条路 都不可需求的话呢 第三条路也是可以的 那第三条路就是 我们需要自己 建设这个server 然后全部东西 都放在我们 自己的server上面训练 所以虽然HotraGP没有公开 但是也有一些类似的模型 是有open的 那有一些是不能商用 那也有一些是可以商用的 所以这些是自己原本就做这些 AI相关的公司 可以采取的第三个方案 不是吗 那这问题 我觉得 这有分两个面向 一个是从老师的角度看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 学生的面向来看 我觉得 就我之前有听说 一个老师 他的小孩 然后他就 是大学生 然后他就有玩 學GPT 然后他是 他是寻程式的 然后他就发现说 原本他小孩可能 对写程度 不一定是那么的有热情 但用了學GPT 之后 反而是可以激发他的一些 motivation 然后说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发现 他用了學GPT 以后 学GPT 给他一些 错误的程式 然后他发现 他既然可以揪错 揪出来 他就觉得有那个成就感 那原本可能 就是 可能原本在学东西 你不会觉得你的基础 这么的重要 但是你后来 正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需要有这些基础 你才有办法 把他的错误揪出来 然后这也会引发 学生某种程度上 有这个motivation 去把这些基础 学得更扎实 所以我觉得 可能可以套用 这样子的方向 来去引导学生 不只能 或是引导小孩 在跟这些 AI 互动的时候 应该要更多一步 是 包括在 刚刚说的就是 Information Corrections 这一块 那能不能够 在他有发错的时候 能够适当的把它抓出来 那如果你的 Domain Knowledge 不够扎实 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这也等于是 给他的一些题目 那这些题目是真实存在的题目 然后也是 不是一般教科书上的这些题目 然后他们要透过这些 客制化媒体 会遇到不同的题目 他也可以能够 在这些题目上面 发现找出他自己的答案 那如果用这个方式去思考的话 现在有一些 比如说他刚才出来 有很多学校 就是 其实比较保守 太多 反对说 大家可以使用ChangeBT 那有些学校 就比较开放 那我看到 冰州大学 他们就有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 ChangeBT出来之后 他就把他课程的 那些作业啊 内容 改成是 你一定要用ChangeBT 然后变成是 你要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报告 你最后一定要让ChangeBT 写出来 但是你要跟他互动很多次 因为他一开始写出来的报告 已经很烂 然后你要跟他说 这边要怎么再加什么论典啊 然后等等的 等于是你最后交上来的报告 他老师要评估的是 你整个互动的过程 你要能够评估 学生对AI的评估 就是老师就变得更辛苦 原本就要看最后的这个报告 就好了 他的报告写得好不好 但现在你要评估的是 他能不能够理解 AI现在是真的 能不能够适当的纠错 AI的错误 所以你要纠错 学生的纠错 所以就变得很困难 所以老师那边 其实也遇到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过去很多很多演讲 其实都是学校 其实各个学校都非常惶恐 那怎么办呢 或者选择一些 身体大学科 他们的身体资料 会不会全部用ChangeBT 那怎么办 然后我其实觉得 该不是 就是不会的很夸张 就是难道却你去写出来的内容 然后他全部瞎掰 难道你不会发现吗 所以 就是 教育者也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技术怎么做的 然后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能不能够有一个侦测软体 侦测说这是不是AI写的 如果是的话 我就零分 就很像过去过的超时一样 可是现在是没办法 因为 现在的这个侦测软体 它的做法其实是 它给你的几率 它多少比例认为可能是AI生成 那它没有办法给你的证据 就比如说它认为99%是AI生成 但是它也没有证据 你也没有办法说 你就一定是AI生成 因为它只说99% 它还是有1%是清白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99%你就当不了 而且通常它给你的结果之后 你改一些 你有可能的机率就变得非常的低 但是不用任何人给它任何 Fx的这些标题 不用去标说 它是证定的 说自己确实 完全不用 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一个证定 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好好读出 那 我们就把这个模型拿过来 刚刚想说 现在第一笔资料是 你看到这个句子的开头 有一个里面有先填的 一个通告 告诉你 那句子要开始咯 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开始 然后你现在交进去的Fx 这个句子变成第一笔 接着 第二笔资料是 你看到 已经有分线 加上的一笔 一笔已经生出来了 看到这两个字 然后你要再接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 所以这是你的Fx 就是你的Fx 即使可以推 第三笔资料就是你的Fx 所以如果你有6个字的句子 你其实可以产生7笔资料 直到看到最后一个字 然后他 你让他输出 就是句子结束 end of sentence 所以你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只在读书 然后你只让他在这个内容上面 学习整个接龙嘛 为什么要让他学接龙 因为你会发现说 诶 在这些资料里面 这时候 Vivian是一个很喜欢做厨房东西的人 他里面可能就会有Vivian 跟Tee Coffee 等等 知道吗 接着你把这个已经训练好的模型拿过来 然后你跟他输入Vivian 之外 呃 然后他可能会接Tee 或Coffee 或Case等等 他就会自然而然学到怎么接是通讯的 然后也符合这原本资料里面的证捕 那就很像是你在教一个小孩怎么做接龙 那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定的接龙能力 可是只有在 由于他在词汇等级 就是你要他接下一个字 他可以接的很没线 可能你要他继续接 接到一句话完整 就可能会不太OK 因为你会有你的手机上面 应该也会有自动建议下一个字的功能吧 那有的时候建议下一个字建议的还没错嘛 那如果你一直用他的建议 你会发现后来就看鬼打枪了 所以建议一个字是简单的 你接一个字是简单 但是接到一整句 甚至是一篇文章是困难的 就像是四倍马上不用 那但他是上升两倍就好吗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比例怎么拿捏 才是最理想的嘛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单位 就有在讨论说 诶 45T的Vivian的资料 我好像只要用十分之一的模型的大小 其实就可以做到跟他的效果差不多了 好像不一定要到P75B这么大 好像17B就很好了 就足够好 那这是一个要怎么拿捏这个平衡 目前大家还在探索 就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真的很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